所以只有歪軸,剛好顛倒,這可能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我要放縮圖 縮圖放這個位置,這邊就放B欄,所以我這邊 前面層次都一樣 差別只有我的net,把它變成100 110,實際上這邊到這邊18 不過特別注意 那你想說,老師這邊到這邊18,為什麼這邊110 他這個18的單位 跟 18不是項數 跟你的單位不一樣,所以其實18 其實理論上就差不多100 所以我就再把它加個10 所以這個單位不一樣,所以這個單位不等於這個單位,兩個單位不一樣,所以這個也是容易混淆的 OK 那我們就100,然後一樣的方法,讓它往下放 多一個什麼?多一個它的超連結 所以超連結的話,特別注意就是 叫做Hyperlink Add Add到哪裡呢? Selection 特別注意啊,Selection這邊為什麼會 加這個主要是配合什麼? Active Sales 我多用了一個方法 叫做Offset 這個Offset主要就是 向下移動的意思 特別是瓜五一意思說,我要把這個儲存格本來在這裡 幫我向下放到這裡 放到,這Offset就向下 點Slate就是向下移動一個,向下移動一個,向下移動一個 如果向下移動之後的話 那這個會產生它的位置就是Selection Selection的話呢,就是我要放超連結的位置 所以呢,理論上第一個會放這邊,就放這裡了 那在Offset就換下一個 就把這個超連結再放到這裡 再放到這裡 OK,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當然應該還有別的方法 不過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就用Offset Offset的就是向下 那特別注意,Offset的瓜五裡面 它其實一的話指著一列 痘點我記得好像後面還可以再放藍 也就是你可以向下一列 然後後面的話是 向下擠藍 比如一藍的話就一痘點一 就是向下一列,向下一藍 可能變成斜斜的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就把超連結的 什麼 它的 PASS 跟它的那個 SFile,就是它檔名,就幫我放在這裡 那我需要的時候就把它點下去 然後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OK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hyperlink 那我們就完成 這一題步